主料,韩米50克,鸡蛋1个,胡萝卜40克,包菜,叶50克,山药100克,香菇60克,辅量,油盐,生粉2勺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包菜洗净,山药,胡萝卜去皮,香菇泡巴,韩米冲净,胡萝卜香成丝,包菜,香菇,山药切碎的用,炒过下油烧热,把韩米爆出,香味装出, 倒下山药,包菜,香菇翻炒软身,倒下胡萝卜,把所有材料炒均炒软,煮水制备,倒下韩米煮5分钟,翻炒好的材料一起倒下汤锅中大火煮10分钟,鸡蛋打碗中发散,倒入汤锅中搅拌几下,淋放生粉水,开大火煮炖,加盐条味即可,烹煸技巧,煮汤水的韩米一定要用油爆过后, 才能逼出腥味,煮出来的汤才会鲜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